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在2009年晚报杯和李梦石的决赛 好 我们先进入实战 一会儿再来讲解这盘棋的特别之处 这盘棋是李梦石的黑棋 我的白棋 李梦石是北京的棋手 非常有冲击力 计算力非常的强 从小在道场长大 跟我下这盘棋的时候 李梦石正好是20岁左右吧 一挂 新小木布局是李梦石常用的一个开局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简明的布局 在当时其实对这个布局研究的还比较少 随后在多年以后 我和绿南维老师下一个五番棋的时候 在赛前做准备的时候 发现绿老师经常会下这样的一个布局 因此对这个局部有了一定的新的认识 当时和李梦石下的是在09年 觉得这样下双方无不满 而我看到绿老师很多布局也这么下 随后我做了一定的改变 我觉得这部 而且这部加也是可以考虑的 黑池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池就走这个 这个图也是可以 至少是白池可以考虑的一个图 白池可以先定个形 请注意这个时候白池是不能走这个的 这个走的时候 黑池就不会 白池一尖加的时候可以走这个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定式 这是一个两份定式 但白池在走高的时候 会招致黑池的反击 走这个 白池只能滚 黑池可以打在这 白池不能粘 只能滚打 这时候白池就比较头疼 罗长的话 罗粘 黑池吃 白走 黑池还可以长 白池再爬 黑池再长 这个图白池有点吃不消 罗走这个的话 黑池一管 白池全死了 白池只能继续爬 黑池可以先收 逊致还可以再长 这个图白池就算再爬了 黑池做活也可以 尝也可以 这个图白池太苍白了 白只能长 这时候黑池只需要断吃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白这个子的位置跟这个简直有天狼之别 这时候白池可以搬这个 黑池无法阻度 搬这个白池直接打死就可以了 黑池只能先吃这个 再打 这个阻度白池根本不怕 走这 白池第一可以坐活 第二白池可以先长 这个黑池不行 所以在这个低位的话 白池是不能反击 而黑池是不能反击 而在高位的话 白池就不能跳了 白池就不能这个跳 所以白池一般走这个 黑池两种下法 第一个是尖 白池走这个 黑池压 这是白池 不用再走这个了 再走这个黑池很有可能会拖鞋 先把这个安定 白池可能先尖顶进攻 走这个 然后再尖高加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一个下法 白池多贴一下 走这个 黑池尖了一长 白池再尖顶 也是有这么下的 还有一个黑池最简单的 白池高加 黑池拐两下 一虎 随后白池这个尖顶和黑池这个加 双方必得其一 这个加的价值也非常大 所以白池也是可以考虑这个 另外黑池有可能会选择这个定式 白池可以长 黑池拌 随后白池注意次序 像搬这个 如果先拐的话 黑池就不一定退了 黑池有可能会沾 这个战斗 白池没有把握 白走这个黑池 冲断以后 这个战斗白池没有任何把握 黑池一搬 白池的尺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所以 而且 作为白池来讲 根本没有必要让黑池做这个选择 白拐的时候 黑池就长和沾两个选择 而白池走这个的话 就是不给黑池选择的一个下法 黑池长 随后白池尖顶的夹击 这也是有实战谱的 所以并非那么单调 黑池大飞挂的时候 白池可以有两种选择 尖也可以 夹击也可以 甚至三间地夹 甚至尖顶 都是有可以的 确实下这个黑池布局人也挺多的 我也经常下白池说遭遇到黑池这个套路 所以 这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并非只有这一手 这一手是比较注重实地和平稳的一个下法 黑池一搬 随着走这 其实李梦池的一个 棋风的一个特点 应该说是他的计算特别强 他的死活体的能力 可能是在业余棋界是最最强的 他的死活体能力 应该我觉得和职业顶尖差不多 不仅能做死活体 而且死活体的速度非常快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死活体专家 实际上这里 务实 当时有下大雪冰的一个计算 但我考虑到李梦池的乱战能力特别强 所以并不希望下成一种 特别复杂的一种局面 而是想简明一点 把多注视一点实地 多简明一点 下得厚实一点 所以打吃了一虎 这在多年以后和阿法狗的一个想法 确实不谋而合 但在当时想法却是没有阿法狗那么深测 阿法狗觉得 就大雪崩白起已经吃亏了 这打吃了虎足矣 而我这更想把这棋纳入到后半盘 进入一个后半盘的比拼 而不要在过多的在计算方面决出胜负 分头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好点 然后保留两个差二 如果往这逼的话 白起肯定往这来 黑起就没有刚才那么从容 这样和这样是完全不可同仁而喻的 另外如果分到这的话 那白起肯定往这逼一个 所以这个尺度正好 两边都各有留一个差二 一般来说我们分头 骑友们 尤其是刚刚学起的骑友 分头比较难找点的时候 尽量就要留两边有差二的位置 实际上选择走这 我觉得这里更重一点 骑走这也可以考虑 再一飞 这骑白起也挺从容的 黑石如果跳的话 白起再走这个白起形状舒畅 但黑石可能担心 黑石会拐撑一下 这个白起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攻击手段的话 形状有点局促 同样白起如果飞的话 是担心黑起跳 白起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个隐患还是存在的 所以实际上白起来继续走这个 然后出头 黑起这个也是一方面补骑 另外一方面就是凑个步调 顺便把这也补了 应该说下到这个 还是一个旗鼓相当的旗吧 其实这盘旗可以这么认为 即使比技术 另外一种比心理吧 这盘旗尤其对于我来说 应该说是尤为特别的一战吧 这盘旗下在2009年 是当年的晚报杯的一个决赛 在之前的几节 其实晚报杯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有缘分 又特别没有缘分的比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04 05年的时候 可能国内的业余赛 一共只有四个 我当时已经把其他三个冠军 像黄河杯 商旅杯和一个 全国业余为期期望赛的冠军 全拿了 只有晚报杯的冠军 还没有拿到 然后那年晚报杯也打得很顺利 顺利打进了决赛 可在决赛中 这棋几乎应该说 已经是赢到手的棋 最后大龙沙棋受挫了 白白亏了两棋以后 又翻了两个低级错误 连续低级错误 不可思议地输了一盘棋 而对手正是现在 非常强大的世界冠军 唐伟欣 然后06年 我又一次打进决赛 对手又是唐伟欣 然后这盘棋又找了一个瞎节 又输了 当然觉得和晚报杯 特别没有缘分 可又是不甘心 觉得这是一个 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 然后07年卷土重来 11连胜打进了半决赛 结果半决赛输给了 现在另一位 非常强大的棋手连校 可以说这三年 对我这个 维持生涯的一个改变 还是比较大的吧 这三年之前的 可能是都走得比较顺 然后晚报杯这方面的挫折 让我对觉得晚报杯 就成为了一个特别比赛 一方面特别想拿 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这个比赛怎么那么难下 怎么一直拿不到 在心理上也觉得 产生了一些 不能说怀疑吧 就觉得也有种认命吧 可能就是跟晚报杯 没有缘分 然后08年的时候 尽管也是以 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了 但16进8的时候 就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吧 就被淘汰出局了 只不八强 随后09年的时候 其实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大吧 而且我在工作方面 也有了变化 从当时 0506年还在读研究生 到07 08年都已经是在中国移动工作了 可能工作以后心态有些变化 觉得可能企业下得少了 可能09年 那个晚报杯 能夺 当然最好 夺不了也很正常 反而那次小组赛就下得走得跌跌撞撞吧 一开始先输给了我的一个老朋友 卢宁 因为卢宁可能在比赛战绩上 可能是稍微一般一点 但他却对我的成绩就相当不错吧 应该说跟我基本上是 大家各50%的胜率 这次晚报杯一排气 我形势不错的起来后被逆转了 而且最后又是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反而输得也是挺痛苦的 随后又在小组赛的中 我又碰到了李梦什 要先碰到李梦什 在第九轮的时候 然后这盘棋应该也是说 我很有机会的一盘棋 在最后计算过程中 我一个死活体的地方没有看到 而对手就成功地做了出来 所以这盘棋又输了 输完两盘以后 当时只有小组前两名才都出现 输完两盘以后 我觉得都不可能了 因为当时还有个李戴春 当时我记得前八盘都赢了 八连胜 所以我第九轮李戴春失利了 第十轮我又战胜李戴春 大家都八胜二半 可他的小分还比我高 最后一轮我顺利的战胜了对手 对手可能 对手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但李戴春意外的失利 他最后八连胜后三连半 反而没有进去那个四强 而我最后侥幸的 非常幸运的 非常意外的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进入了半决赛 而小组第一正是李梦什 其实在小组赛的时候 其实我状态并不好 可到了那个半决赛以后 我觉得这盘棋 半决赛我就下得比较好 顺利的进入决赛 而同样李梦什也战胜了对手 让我们决赛中再度在小组赛 重演了小组赛的一盘棋 又要迎战 刚刚战胜过自己的对手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个倒还好 但更关键的是 又一次进入到晚报杯的决赛 是第三次亚军呢 还是中德正国 所以这盘棋 对于我来说 又有压力又有动力 所以赛前心态很难调节 只是告诉自己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尽量在09年的 这一年的晚报杯决赛中 不要像05、06年一样 犯那么多的地级错误 正常的发挥水平 结果就由上天来注定吧 可能也是正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吧 这盘棋发挥的 还是比较平稳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白棋一虎黑一跳 这个布局形成以后 大家就局面的 进行一个小块分割 形成了一个 四起局面吧 可以说这和 一开始的战术 还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白棋挂脚 这也是全盘最大处 因为我是觉得 挂脚的方向 这里需要破费思量一下 正常的话 白棋挂这也是可以的 但黑棋跟着硬 这次局面 显得非常平淡 黑棋估计会拖了一连半 说这个 把这压一下 大致可以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以走 这次大家就几乎就快要进入到关子阶段 十分的单调 而作为我来说 我不太喜欢单调局面 我更喜欢一些复杂多变的一个局面 所以挂脚 如果觉得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全盘没有大的一个空 也没有什么掌目的空间 我觉得肯定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这个一间低加 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令我意外 这个是铁头 这里的价值应该并不是特别大的地方 而李莫是特别重视这个 这里的一个变化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拐齐很舒服 但如果让我来一下的话 我可能会更重视实地 走这个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图 把它拆 黑棋打入 然后则搬沾 先手收一收 走 再拖了一连半 因为我觉得这手机的价值非常大 如果被白棋跳的话 将来这个打入也是存在着 而黑棋拖了一半的话 实地目数上就非常大 这样黑棋有右上角和这一条边 这实地还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拉我来一下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图 因为我觉得这里白棋收获并不大 因为对着黑棋这个铁头 很好的限制这里的后卫 而这两个手基本上是各得其一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这可能也是棋风的区别 李蒙石也是更注重局面的一个发展吧 所以宁愿放弃脚上实地 但我想作为白棋来讲 能下成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实战这时黑棋下一手几乎是必然的 这管 如果黑棋再往这一带走 其一旦落个后手的话 被白棋飞过 这黑棋太扁平了 黑棋拐 但拐完以后 白棋下一手的好点也很明显 走这 先冲 限制一下黑棋模样的发展 如果再被黑棋张开的话 这个模样 因为黑棋车特别厚 这一下将来黑棋靠 白棋退一个是黑棋的权利 这模样如果一旦高起来的话 这个黑棋的紫效就又开始高了 所以趁黑棋模样还没起来 先限制一下 这形成了一个细棋的格局 黑棋实战给白棋 怕不走的话 白棋一手连回 所以先交换一下 总觉得不亏 这两手交换 对整体的一个作战来说肯定不亏 下面就毫无疑问 就转到全局局面的一个胶着点 就这个拖 实际上黑棋选择了这部飞 这应该是我觉得是稍微缓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应该拖比较好 拖到木数更为实在一点 而且留给白棋的一个腾挪余地会比较少 白棋只能打吃 黑棋粘 白棋粘 基本会下成这样 白棋如果压一下也可以 不压力的话 把黑棋贴住 这黑棋比较满意 如果压 黑棋就扳 白棋扳 黑棋就退 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构 黑棋的木数也是非常可观的 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黑棋有12345 十七十八九二十一二二二二三 这块点七木三十四十 黑棋有五十木左右的实地 白棋这两块加一块十五木 二十五木 然后上边要围出二十木左右的实地才是一盘细棋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白棋粘的话 在实地方面肯定会有所追赶 但黑棋这个铁头的价值也是非常大 如此的话应该还是一盘旗鼓相当的起 我过去李梦时 当时可能比较担心白棋冲 其实这个战斗应该说黑棋也不是太怕 先获得一个脚 毕竟把实地给全拿了 再一粒 所以白棋打赤 黑棋如果稳一点手 这个的话被白棋补一个 这个白棋还可以 但黑棋可以跟白棋战斗 黑棋这几个子 将来有拖的这个味道 应该说黑棋还是没有问题的 沾 走 黑棋跳 这如果一旦站出的话 白棋这个实地上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大致会下成这样 白棋大家走一个 黑棋小剑 白棋这里一旦就走起就比较痛苦了 但还是不得不走 不走的话 黑棋一旦拦下 或者在这里施展点手段 白棋很苦 把假设补一个 或者肩补一个 那黑棋这两下就特别舒服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明显优势 但我估计白棋有可能会在这里动点脑筋 这就是另外一盘棋 但作为黑棋来说 当然没有怕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骑黑棋拖了一连斑是可以考虑的下发 实际上李某石可能想的过于简单 他觉得黑棋飞 白棋肩 黑棋跳起 这也足够可以满意了 然后白棋走这个 这骑大家慢慢下 黑棋没有什么怕的地方 但实际上白棋这里要动点脑筋 利用白棋这个头是厚的 像这里先占点便宜 其实现在黑棋有几种硬法 第一种黑棋就搬这个 黑棋如果立的话 明显就被白棋先手立了 白棋就算再尖一个 黑棋将来再跳的话 白棋本来是靠是肯定靠不着的 靠的话黑棋肯定会迎头痛击 但这两手已经白棋便宜了 将来留有点弯 贴下去的一个手段 还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黑棋只能肩补一下 那这个肩对上边的那个威胁就要小很多 这两手交换 无论如何哪个角度看 都是白棋便宜了 还有个办法 黑棋如果拖先的话 被白棋搬一下 这个还是很难受 然后再一虎 这个值得对黑棋的威胁性 这里白棋很厚 对黑棋的威胁性就大了 所以黑棋另外一个搬 如果搬了一场的话 白棋也不怕 白棋就跟着拐出来 这个也没有怕的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搬下面 首先搬下面一场以后 黑棋就要动点脑筋 这个是屈服的一个下法 白棋就打迟 甚至不迟 白棋就直接尖个三三 我觉得都还可以 白棋可以先上把这个对线掉 这下成这样以后 其实对中央白棋 对中央的控制 还是要增加了不少 白棋再线三 或者再拆个二都可以 就尖三三吧 对中央的控制这几下 还是把黑棋全给限制住 但我觉得这个图 黑棋并非是完全不可以考虑 实际上长 长的话一定要防住 白棋将来搬 就一旦走上去 下面搬一下 黑棋很难受 白棋出头 肯定是第一步的 黑棋肯定也不能过于简单 如果走车被白棋压住 他也不满意了 贴出 白棋先贴这个是好次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这时白棋如果单长的话 黑棋肯定会贴 再长 黑棋就跟着飞出 那这样的话成为白棋单方面跑步器 多少有些无趣 实际上白棋先贴这个的用意很明显 黑棋如果跟着搬 白棋就长 黑棋如果再走 白棋就再走 这两手棋的交换 等于给黑棋白白制造了一个断点 如果黑棋再长的话 白棋就可以反攻倒算 这一断 这辆黑棋很痛苦 如果长的话 白棋还要搬这一下的很糟 这感觉黑棋间接有些不值 如果贴的话 先是应手 如果黑棋贴的话 白棋有可能考虑一手搬住 所以白棋这不贴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下方 实际上黑棋在这里动了 想了半天 他觉得这个骑行被搬住 实在有些受不了 他先搬 稳住极面 但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骑行 白棋在这里突然 像一把刀子一样竖了下去 这个应该是白棋 没有任何不满的道理 就此原因 我觉得黑棋还是这一手 稍微有些过分 可能还是搬一个 搬一个 或者考虑一下这个图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图 在这方面想点办法 但这个图白棋也一吃 黑棋也确实挺难下 这一场 这由真子有利 黑棋不能吃这个 这白棋一吃的话 这黑棋不太行 黑棋只能打过的话 那这个太苍白了 这个白棋一拐 这基本上都成为 实地形的木树 那黑棋只能贴这边 贴这边白棋可以弃子 先走这个 所以白棋先打一下也不亏 黑棋如果跑 这一代白棋下法就很多 甚至拐一个也可以 甚至搬一下也可以 走成这样 白棋可以再一加 就通过白棋弃子的话 都走在外边 确实也连黑棋很头疼 一般来说 像下这个棋型 打吃贴一般的 贴一边的棋型 都是比较屈服的一个下法 很容易吃亏 很容易被白棋走在外面 所以这可能也是 李牧师没有选择的 一个原因吧 在我看来 我觉得可能是吃这个 可能是当前的最好解 白棋尽管中央取得收获不大 收获很大 提完后 非常厚 当然对这一代可能有一定的攻势 但黑棋 白棋肩肯定是厚手了 黑棋这里也下厚了 但从心情上讲 确实不肯 所以究其原因的话 可能还是 还在飞 有些松缓 拖了连斑 可能会更好一点 拖了连斑 可能会更好一点 让白棋腾不出手 就来搞这个东西 白棋让一碰 这白棋不仅破了木树 而且关键让黑棋的棋 变得薄 黑棋长 本手 白棋长 下面一手 我觉得是黑棋 本局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觉得黑棋 这个尖是至关重要 尽管被白棋拐住很难受 但还不如那个尖重要 拐住 黑棋甚至可以先拖一下 拖这是黑棋的权力 白棋拐 黑棋把自己连后 这其实有一手棋价值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长夜 排一个也可以 白棋如果挡的话 就像自补一个 这都可以 这个尖的价值 还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 李牧师可能 过于拘泥其形 他觉得这一贴 白棋总不能被搬头吧 但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 由于白棋有这个虎 而且这里有子 双方中央的价值 并不是特别大 而这个尖 不仅木树 而且有关于双方的厚薄 木树也特别大 所以这手棋被白棋 尖到以后 白棋渐渐掌握了 局面的主动权 黑棋搬 看上去是走到正面 但随着白棋跳出以后 黑棋发现 不得不又把正面 让给白棋 白棋又重新抢回了正面 那这里的这个损失 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但李牧师显然也并非 毕竟打进晚报被决赛 而且是成名已久的全国业余强行 也拿过全国业余的冠军 他这里开始亮招了 先碰 碰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对这里开始解读一下 白棋第一杆肯定是想反击 作为棋手 我觉得第一杆都是会反击 黑棋可以先搬 白棋如果继续退的话 黑棋压也可以 甚至搬也可以 这白棋就非常的危险 这个棋型太危险了 白棋如果吃的话 黑棋可以先搬 白棋跳 黑棋就在顺势冲出 这个图白棋也是明显亏损了 所以靠的话 靠是借进行棋 而作为白棋来讲 尽可能的少让它利用 方位上侧 先走这个 黑棋 搬头 再贴 这时白棋不能代仪 如果跳这个就闯祸了 黑棋一挖 令白棋欲哭无泪 只能吃这个 先手抽三个 这棋也没法看 所以白棋飞这个也是 或者白棋这是 虎的话 觉得将来被一冲 十分的痛苦 这个棋型 觉得飞的棋型更好一点 但黎某石这里也下 很糟了 走这个 白棋长 黑棋再压 这白棋得补漆了 再不补漆 这要被冲断 如果一味的益气用 是这个再走 黑棋就顶一下 再一冲 这白棋已经有灭顶之灾 可以再看两个 这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漆明显杀不过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冷静和计算 然后依然这棋下的 堂堂正正 其实我觉得白棋这时 粘住 我事后考虑粘住也可以 这个黑棋可能制造困难 更为大一点 实际上点一个 反而让黑棋处理好 这几乎形成一个必然 白棋不能再次往这走棋了 再往这走棋 黑棋这一粒 这棋直接白棋已经完了 黑棋单走白不怕 白棋随便挡也可以 走哪都可以 黑棋单长 白棋吃 黑棋一跳 这就是这个恶果 这样的话黑棋只能真子 真子白棋将来这一带都有借用 但实际上这样的话 加吃的话吃的还很干净 那我们整体来判断下得失 白棋得到什么 白棋就脚上十地 十几木齐 对吧 然后另外把黑棋左边的空给破了 十几木齐可能跟当时 歼三三跳起的变化差不多 但白棋目说稍微多一点 黑棋得到什么 黑棋得到加吃这个子 但苦鱼这里的味道相当的差 将来白棋冲了一吃 或者是压过去都是咸手 白棋中间比想象中要厚 更关键的是 黑棋这一带的后卫不发挥 正好对着白棋这个铁头 然后黑棋这里也是铁的 不能再铁的地方 这一带的价值非常小 所以从如何来算一下账的话 这明显是白棋得利了 无论从木树还厚薄上讲 明显白棋得利了 白棋搬 关键中央这块薄棋也渐渐被加厚了 下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白棋渐渐占捐上风 拖 重视实地的一手 白棋这手飞还是很积极的 如果单走这个未免有些消极 这个形势没有好到这种程度 这里李梦是觉得形势不好 开始拼了 长 走 冲 拼近很足啊 他认为这棋如果大家再简单的下走这个 白棋就跟着简单一飞 中间感觉就是负责 就白棋赢多少 全局其他木树我们可以点下 差不多 这个斑 这七八木棋 十木 二十 三十 全局三十七八木的样子 白棋八九十十 这两块加它一块十木多一点 二十 也是三十多木 加上贴木 可能跟黑棋木差不多 但中央这点就是白棋潜力感 就是白棋百多的 这个是他觉得再不拼不行了 这一斑 一方面觉得你这次没活 加上黑棋二路一加 对吧 这里面只有半个眼 打结眼 另外中间像我这一靠 我要制造一些头绪 所以这个斑也是胜负感很强的棋 也充分体现李孟石很不好脚的一面 其实对于李孟石这样的棋手来说 他的胜负感是非常强的 回想起小祖赛 在这个时候回想起小祖赛那一盘棋 李孟石应该说 我也是确定的相当的优势 可在最后阶段就被李孟石给逆抓 他这个非常擅脚 计算力非常强 通过一脚 现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脚是一个贬义词吧 大家只要说一脚觉得这个棋手怎么没有那么没风度 但是现在没有脚 不会脚的话 感觉就不可能成为高手 不管职业高手也好 业余高手也好 你如果没有脚的能力 只会平平稳稳地收的话 那就不是不能成为 在现代的围棋里面很难立足 现在围棋就是你形势稍微差一点 就要想办法开脚 而优势的时候要面临对方三番五次的脚 而李孟石在这种脚的能力上就非常的强 因此在这个时候 先回想起这个李孟石 而且李孟石对我来说 相对来说成绩也是不错的 我跟他应该说互有胜负 然后刚刚毕竟刚刚他赢过我 这次在决赛中 对手心理上未免有些吃亏 必须要拿出不同的战略 其实作为棋手 这点还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我们经常下棋的时候 你经常会遇到曾经战胜过你的对手 然后你还要勇敢地坐在他面前 还要跟他继续下想办法去赢他 当然很有可能还是会继续再输他 然后我们在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 还要去不得不面对这名苦手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不过从长远来看 从现在回样起来看 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苦手 有一个这样的人 一直激励着你的话 其实对于棋力的进步 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相信每一位棋友 都会有一位苦手 有一位曾经经常战胜自己的对手 如果能跟他一起切磋 一起提高 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 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相信每位棋手 都会有这样一个棋友 好 我们回到这个实战中 黑棋搬 首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白棋要直接断的话 这个首先是要排除的 因为断是十足的一个单关 被黑棋一长 中间两边 白棋如果要走这个 黑棋在缝里往这一搅的话 这其实完全看不清了 甚至黑棋有可能 先把这块棋置之死 就不管了 然后就先开始搅你这两块棋 这样的话 这棋谁都看不清 而如果白棋搬 这也是可以考虑一侧 黑棋如果愿意听话的话 那这棋倒还可以 就白棋在做活 这倒是还可以 但考虑到黑棋 有可能还要往这里中间一走 还要追求你的包围 更何况黑棋这三个子 对下面这个帮助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棋白棋要动脑筋 实战白棋 我觉得这个尤其在关键其中 你手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个时候只能以弓对弓 白棋反击 先要求追求你这个 你这里能拿出招法 能把我吃了 那确实你水平高 我也没办法 但现在白棋可以分析一下 这里白棋 这个头黑棋是软头 白棋将来打吃 这里黑棋自身也没有暗定 所以这一袋暂时先不怕 好 我先走这个 先要逼迫你做活 如果你走这个 我再搬 那我这两个交换明显便宜了 黑棋尖 也制造头绪 意思你如果搬 我肯定还要连搬着脚你 甚至我先压一下 先缠着你这块棋 实战白棋一飞 开始反击 黑棋走这个 白棋小街 一边树木一般破坏他的眼型 这部小街 比这部顶要好很多 顶的话被黑棋一加 目数上不提 现在损失了多少 黑棋完全安定了 白棋反而有些隐患 而这部街 是看上去防守 实际上街 威胁了黑棋的生死 街下去的黑棋两手棋 尽管有些拼命的意味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稳健 先把这个自身连上 他可能担心白棋一断 黑棋很难得到补偿 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这部 白棋这几下的攻击 还是非常严厉 实战黑棋这里有些上师理智 搬了一栈 想寄希望白棋连上 那这个显然不可能 白棋肯定会反击 一拐 这中间就全后了 所以黑棋党尽管是先手 但白棋虎补 党是先手 党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搬下这个白棋七杀不过 靠这个打劫也可能不解决问题 但白棋虎补助的话 白棋木树并没有损失 而且脚上将来可以跳着手 黑棋这时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吧 正常的下 黑棋只能先把自己做活 而且这个活的还挺痛苦 白棋将来一挤的话 黑棋木树还是很萎缩 黑棋只能走这个 白棋还有一靠 还有双活的手段 一走这个 白棋一点或者一贴 都是双活 这个双活还是让黑棋很痛苦的 沾 黑棋能再走这个 这个还是令黑棋很痛苦的 所以它实战实战 黑棋决定这个活的态 我就决定拼命了 尝出 先贴了一下 先拼命把自己毛病补了 当然作为白棋来说 这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直接 这黑棋下面顿势全灭 这断只能制造一点头绪 这局部黑棋是断然活不掉 那么来看一下外面 黑棋只能靠 冲 再挖 这个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下法 当白棋 黑棋或者断 断白棋就沾上 黑走 白棋就斑 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要做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判断形势 黑实战是走了这个 点 要搅黑白棋 希望通过这一弹的乱战 来强调这个的威胁性 所以我们刚才就强调 这个时候关键的一个是 形势判断 形势到底怎么样 我这块棋能不能弃 或者说弃到什么程度 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来 先来判断一下木属 白棋有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十一 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 二十五六七八九三十 四十五十五八 这块将近有六十目左右的地 七十 全局白棋有八十目左右的地 黑棋这两块加在一起二十 三十 假设吃掉的话 三一三三四三六 三七三八四六 四一四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七八十 吃掉的话 黑棋也有八十目左右的地 白棋不一定赢 但白棋在吃 黑棋这块棋 白棋就得出一个结论 不能让它轻松地把你吃掉 只要制造点头绪的话 这棋就有机会 但关键是这里 你不能被靠出来 靠出来的话 那就差别太大了 实际上白棋先跳 走这个 贴 先把损失降到最小 黑棋吃 实际上白棋肩部扎实 有子一手的话 白棋先把自己这块联络 把这块棋先处理完 所以黑棋由于这个棋形的问题 要吃掉这块白棋 还要动点脑筋 首先这个要首先是排除的 白棋一挖 黑棋走 白棋沾 黑棋断 白棋一冲 这个黑棋形状就崩溃了 黑棋只能打吃 白棋断打 黑棋提 白棋长 这个就黑棋攻势瞬间逆转 因为白棋有冲的一个绝对先手 黑棋同样走这个也不行 走这个白棋一冲 黑棋走这个 白棋一冲 黑棋要拿住白棋还是有风险 所以白棋走了一天 这两手棋还是有道理的 在一小间 先把这联络以后 看你怎么吃我 吃住的话 就算我什么都没便宜 也是一盘戏棋 当然这里你要吃住我的话 肯定要动不少脑筋 实际上黑棋没办法 先搬 这是最狠的 白棋先冲 这个是全力 冲完以后 白棋就不一定会打了 甚至还可以冲了断 有这里杀出的可能性 实际上白棋就这么下 白棋长 黑棋发现这棋 挡这个是肯定不行 挡这个白棋冲了 这一吃出了 这个断都是先手 这个攻势瞬间就瓦解了 这个断还行 黑棋这种斑是绝对的厚手 这肯定吃不住 黑只能放出来杀 继续长 其实白棋这时就已经有一个选择 白棋实际上拖 先保证这两块杀器的状态 走这个 然后再走这个 让黑棋腾不出手 扑一下 再一尝 这局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杀器 更何况 这次白棋并不一定要杀过黑棋 黑棋扎 白棋只要保证我上面有收获就可以 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其实当然白棋这不拖也是相当解密 直接把上面吃了也是可以 但这拖两个 其实多损这点 只要把上面吃住的话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刚才判断形式 即使全吃住的话 木树也是差不多 而这里的都是白棋白来的 黑棋这个走 黑棋一定要长气 再不长这些气肯定不够了 黑棋粘 尽可能紧住白棋的气 白棋长 黑棋冲 黑棋先长这个气 再冲 这不得不说李牧师的这个计算力还是非常强 他立这个确实局部最好的 立这个是局部最好的下法 白棋提 黑棋走这个 黑棋扑 白棋提完以后黑棋马上扑 其实我这手棋是出现了一个误算 我当时以为黑棋器已经不够了 但实际上等黑棋一扳以后定进一看是发现自己看错了 我们可以继续收一下 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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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扑 黑棋提 白棋粘 黑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走这个 白棋粘 黑棋粘 白棋打持 黑棋粘 黑棋还有123 白棋只有两气 这个大量对杀是慢一气 那白棋这个粘的问题就很大了 如果不粘的话 从坐死活体的角度 白棋扑了作节的一个缓气节的手段 但还好在这个时候 白棋蹲 即使被黑棋扑的话 还好不影响胜负 这里 白棋只要学样类码 只把这个给收了以后 依然是保持着明显优势 我们可以清扫 打扫一下战场以后再点一下木 这里木数其实不变 5 6 7 8 9 10 11 17 18 19 20 21 22 234 25 331 334 44 54 60木强一点 这里 这个冲断应该说是 这黑棋挤了收 7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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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8 4 8 6 8 7 9 9 7 9 8 9 9 101木 白棋100木出头一点的实地 而黑棋这里就算收紧的话 黑棋大概补三个 这三木不点 1 2 3 4 5 6 16 26 36 44 减去提掉了两木 42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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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黑棋这里即使全部连上 黑棋就90多目 应该说白棋这里收获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这时应该说只要白棋这里不死 不全死的话 应该说已经是胜利在望了 实际上黑棋下的还是很顽强 靠 白棋因为不想纠缠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有这个先手 还是要小心预复 走这个 实际上因为白棋觉得 优势非常明显 就把这个吃了 这也不失为一个简明的方法 尽管黑棋这里收获还是很大 这基本上定型成这样 白棋拐住 白棋增加了12345678911木齐 黑棋增加了刚才的12346789111234516木齐 当然将来白棋留有这个收获 会令黑棋比较痛苦 白棋有这个段 黑只能吃这个 现在白棋这个跳也好爬也好 真为白棋的权利 可能这个转换 黑棋也就多收出了三四木齐 但这个三四木齐 起起来没有办法逆转胜负 实际上卡又是收官的好手 那李牧师在最后 这关子阶段依然表现得很精彩 但苦于这时 由于差距过大吧 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那就虎一个 就走成这样以后 应该说对手终于认输了 我也说算是 长松了一口气吧 总算是拿到了晚宝杯的冠军 应该说中关整盘棋 布局的时候 大家还是收到特别的一个平稳 大家稳扎稳打 都是一副要比拼后半盘的样子 但实际上真正的战斗 是从这右边开始的 我个人认为 黑棋这部飞 还是稍微松缓了点 给了白棋腾出手碰的一个手段 黑棋如果拖了连班的话 手法更为紧凑 白棋就没有空来在这里施展手段 在这里施展手段以后 应该说就进入了白棋的一个步调吧 尤其黑棋这部拐 确实也是非常纠结 黑棋贴 是一部非常纠结的一手 从实地或者木树的角度讲 肯定很想歼三三 但实际贴出以后 被白棋机敏地抢到三三以后 实地的压力伴随着黑棋整盘棋 黑棋实际成为对跑以后 大家我们通过可以分析可以看出 黑棋走到了一个价值并不大的地方 因为白棋这里有铁头 黑棋走到价值并不大的地方 而白棋不仅把左上实地更加增加了 同样也把这个头给走过来了 控制了中央的主导权 也远远的照应了这块枯齐 从大局方面中 白棋已经掌握了优势 随后 从李蒙石的中盘开始就体现了它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后半盘吧 非常一个胜负感吧 就比如说这个黑棋斑就开始拼搏了 他觉得如果正常的收的话 这齐形的事情不够 随后冲了一盏 先把这块棋给弃了 然后就为了一针胜负 这个胜负感还是非常强 但是苦于白棋这里本身黑棋味道并不好 白棋这里各种各样的手段非常多 随后白棋点了一贴以后 在一肩是非常冷静的一个优势简化局面的一个下法 客观来讲 其实肩到这个的时候 白棋已经是奠定了胜局 主要是白棋这一串的攻击还是非常左右成效 吃掉这块 一下子下边成了60亩 一下子就占据了一个利于不败之地 最后唯一的白棋一个事物是这个 把一个可能是还两期结变成了近死 好在这个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这点出路径不大 白棋只要把这里吃了 白棋里吃了10亩 吃了将近20亩棋 然后将把这里损失降低到最小 吃到这20亩棋应该说是白棋明显的优势 而面对黑棋最后一角 这是对白棋的难度应该说 由于木属领先比较多吧 就一个简单定型以后 基本上就是已经奠定了胜局吧 应该说整盘棋还是下的比较激烈和精彩的 但下完这盘棋以后 其实我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一个激动吧 曾几何时可能在05 06年的时候 一直在想想如果自己拿到晚宝杯冠军的时候 应该会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拿到晚宝杯以后 不仅是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比赛的一个大满贯吧 不仅是国内赛事也好 国际赛事也好 但真正拿到晚宝杯冠军以后 觉得其实也就是那么平常 明天太阳照样会升起 一切都是按照平常的生活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 人生如其其如人生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 总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在我们实现之前 我们经常会想 当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 会多么的好 会觉得自己心里有多么的开心 可等自己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 往往都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了 路的前方依然是路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栏目 下次再见 谢谢